即時來說當然你看到有很多事正在發生 但整體影響有多大呢 還要一些時間去觀察 昨天股市大跌 還有有幾千隻股票是跌停板 我覺得因為春節這個假期 中國比較長的 所以它是遲了開始 變成它昨天一出來 就追回前幾天 人家國際市場跌了那些 所以它跌得比較深 這個是事實 但是今天香港股市已經有少許反彈了 國內股市似乎昨天傍晚看到 也有一些國際資金進市去撈底 所以是不是真的會繼續跌下去呢 要長時間去看 不過問題就是無論如何都好 今次這件事令到世界各地 有各種關口管制措施 中國的內部部份城市都封城 連杭州都封城了 有些中小企限制限令不准開工 同時它是說要增加某些生產 所以結果肯定經濟活動消費都會受到影響 在國內經濟畢竟出現了一些國際爭議之後 中共的政策就是以吹谷內部消費來維持高增長 維持所謂6%增長的指標 但是經過這次之後肯定內部經濟活動都大量地收縮 還有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恢復 所以我相信對經濟的損害肯定是有的了 第一就是全球經濟都會因為國際貿易 人口流動減少封關這些問題要受到影響 大陸就更加會是這樣 所以我想來年的經濟增長要追到6%增長的目標 相信就可能性不大了 問題就去到幾低才叫合理 事實上對上一季說補到6% 有些人都覺得是有水份的了 已經是有水份的了 經過這次之後要補錄 我相信機會就真的不大 會不會引致一連串的連鎖反應呢 這個值得我們關注 因為大家都知道 國內有很多城市之間的那些企業 不單止是私營企業 甚至一些公司合營的企業 國家企業 都是有很嚴重的二債抵債的問題 所謂三國債的問題 一旦內部經濟活動收縮 以至銀行資金抽緊的話 都是會對這些三國債構成影響的 會不會就此而出現一些骨牌效應 引致連鎖的倒閉呢 這個也是值得留意的 當然我們知道 北京似乎都看到這個問題 所以即時降低儲備標準 希望這個方法 將銀根供應放鬆 這個做法都是一種很明顯 是催谷內部消費 穩定這個 令到一些債務不要爆煲的一個手段 但是 現在的問題就是 大家都不知道這個談有多深 會不會隨著那個疫症 如果不能夠在短期之內得到控制 如果感染人數不斷繼續上升 死亡人數繼續上升 有更多城市封城的話 我相信單靠中央政府降準 來去刺激內部消費 可能都不生效了 再加上整體的人都不敢去大陸 近這段時間 我會覺得 經濟的連鎖效應 在未來一兩個月 就會慢慢呈現出來 到時我們就可能有更多的資料和數據 去評估造成損害有多大 幾方面 保錄這個問題 其實對上那兩季 有些人都會說官方的數據 都已經有水份 事實上長期以來 都有人懷疑中國經濟增長的數據 是有官方的調控在背後 所以其實他這次 但你怎麼調控都好 你也有一個基礎的 所以這次他要保錄 確實有困難 但會不會跌到4.5呢 這個很難說 我剛才講過要看久一點 但是如果跌到4.5 就很可怕 其實保錄為什麼對中國這麼重要呢 因為他們都算過的 大概每年有5-6%的經濟增長 它才可以令到新增的就業機會 能夠吸納一些新增的勞動人口 這個是最關鍵的問題 如果保錄不到 跌到5.5 已經有人會很懷疑 會不會出現一個比較大規模的 城市的失業現象 農村失業現象 所謂正如勞動力 它不是叫失業 是叫正如勞動力 問題是長期存在的了 透過中小型城市 鄉鎮企業 以至農民工這個問題 就輸解了一部分的問題 因為有一個人出城市打工 就養住一家四口 在農村 但是如果城市 城鎮企業 都出現一些骨牌性的收縮的話 造成的後果 幾年 就是胡錦濤年代所說的 農村有1.5億正如勞動力 這個問題就會再出現 這個破壞性就會很大 再加上如果不能夠製造新增的就業崗位 現在每一年大概有六百萬至八百萬年輕人大學畢業 它近幾年已經擴大了研究生的名額 希望吸納多些這些人 讓他們不要出去市場住了 如果你連這個城市就業人口 就業的數據都不能夠吸納一些 新畢業的大學畢業生的話 年輕人造成的躁動就會慢慢出現 這個都是一個未來一兩年 可能需要看中國內部變化的一個因素 至於中美貿易 第一階段協議一出來之後 已經有很多國內外的專家都會說 它承諾採購的金額是相當龐大的 只是農產品要多買三百億 那根本就買來做什麼 它根本是消化不了的 但是它就承諾了 同時加上接近要增加一萬億人民幣的開支 那這些錢是相當龐大的 那已經一開始都未簽 已經有人懷疑根本它做不到 那經過這次之後就更加難了 那據說那個協議本身是有一個條款 如果出現一些天災人禍的話 是可以商議去調整的 那這個會不會真是進入 這個會不會提供一個機會給中共 是可以和美國商討 來減低自己壓力呢 那這個也要看 因為剛剛昨天聽新聞 美國的官員都說 還沒有收到 有中方的政府 中國政府提出類似的一種協商要求 那樣 但是我相信 如果真的有這個條款的話 那中共都肯定會用這個條款 來減低自己的壓力 這個是真的 那所以第一階段協議 會不會真的全沒落實到呢 從一開始就已經有人懷疑的了 問題就是說落實不到 有幾大的空間是可以回船的呢 這個才是最關鍵的 因為接下來還要談第二階段的協議 第二階段就不單止說 那個貿易順差逆差的問題 而是涉及一些體制的問題 涉及美國或國際投資者 進入中國市場 去參與一些過往給中國政府 是保護著 不希望有海外競爭的一些行業 包括了這個譬如信用卡 國內的融資 一些所謂不單止是協融資 包括房地產的按揭 這些業務 基本上它都是不希望外國人有機會參與的 那第二階段就更加難去談的 如果連第一階段都談不到的話 會不會貿易戰又會再來 美國又會再用一些國際貿易的手段 去懲罰中共呢 這個就會對它構成一個雪上加傷的效果 觀察呢 國內的內部消費 仍然都基本上不是太差的 我十一月初都回過廣州 那我見到他們那個國內消費 都仍是幾暢旺 那些人口袋裡面仍是有錢的 這個第一點啦 第二呢 就是它如果要用這個刺激內部消費 來維持某個水平的增長 我相信短時間之內仍然都有可能做到的 第二呢 就是國內民眾似乎都很受官方的言論主導和影響 所以它現在的問題就是它會將 仍然有人都會覺得 你們西方社會對於武漢流感這件事的反應 是過敏的 過激的 根本不需要這樣做 我最近才跟一個在武漢的朋友接觸過 那麼它的說法就是說 就是 很多 就算在武漢生活的人 就算現在你說又封城啊 又不去到別的省市 要比較困難也好 但是他們都會覺得 其實沒有問題的 叫你口罩用完再用不是問題來的 甚至覺得不需要戴口罩 這個反應還是相當普遍 就是他們是 沒有辦法很清楚地掌握 那個疫症對他們構成的損害 那麼 所以 就是對政府的呼籲啊 或者說 就是 政府的說法 他們還是支持的 所以現階段 就未見到說 會對 就是 那個管治基礎構成一個很大的衝擊 暫時是看不到的 但是當然 也都見到在某些階層 比如說一些醫護界啊 知識政治階層 都開始有聲音了 就說一定要 追究到底 為什麼 當初 就是 會對 就是 公開疫情的 八個人士 就是 要打壓他們啊 或者說 有人會說 要一定要追究到底 如果不是 就對不起 每一個私袋 都待著那些 那些 犧牲的人啊 這樣 但是現在這個 這個說法都是 就是習慣了一個很小的圈子 還有在一些知識分子階層裡面傳 暫時似乎就未能夠引起一個很廣泛的效應 所以我覺得 暫時說會衝擊到中共的管治基礎 似乎就言之上早 有些就說製造生肖 等等等等 這些就是外面怎麼看呢 一頭無水就是無理太花 這些傳聞是有的 不過暫時就 也都有一些 海外的研究中心 和學者都有類似的懷疑 但是 我留意到 這種懷疑 暫時都沒有去到國家層次 暫時沒有任何的外國政府 是 對中國作出這種指控 那 有些人會懷疑 為什麼你不讓美國專家去看 可能就是害怕這件事 但是 但是起碼 現在都不讓他入 但是問題是 暫時沒有一些國家級層次的 或者說一些 比較高層的政府官員 哪個國家都是 出來指控這件事 所以暫時 我會覺得都是當傳聞先聽著 是不是真的這樣 我們不知道 但是這種傳聞是有的 當然 站在在香港 因為香港現在的問題 香港人經過這幾年的政治爭議之後 確實對北京很不信任 所以這些傳聞在香港 有不少人都會覺得 就是 不要 不要 不信 我覺得這個也是中共要檢討的 就是為什麼 很多時候 有這些傳聞 對 對 大陸不利的傳聞的時候 總會有市場 總會引起別人懷疑 這個懷疑 當然 長遠 如果不是真的 會打倒 但是為什麼這些懷疑 總會引起一些反應 而令到北京尷尬的呢 我覺得這個也是跟北京 在國際社會上 表現出的那種姿態 那種聲大隔惡 有時候也都很選擇性地欺凌某些國家 是很好的關係的 就是你可以對美國 就是 批評之餘 就 盡量要討好它 但是同時 你對瑞典 對加拿大 對澳洲那些 就下下 就是 用一些很粗暴的語言去反應 那我覺得這些都是 中共的政治性格造成 它 就是失去的朋友越來越多 信任它的人越來越少的原因 中國政府面對這些猶豫 所謂的傳聞 為什麼不出來陳千呢 甚至乎有人說 如果有人跟王岐山打過電話 是怎麼樣 通知他現在有16萬 不知16萬 我忘記了 已經陪了北京和上海 所以那邊就有因著 就是有疫情的大爆發 還有都有一些流行 有些傳導 這次這個可能是新法 接受新法武器 是 沒錯 甚至乎要想針對香港的反送中 這個運動 我也是這樣說 暫時只是傳聞 是不是真的都沒有人知道 暫時我們需要多些資料 和多些證據 才可以作一些比較具體的說法 但是傳聞為什麼這麼多 正是因為體制 就是如果你不能夠在 在一個較為透明的情況下 公佈一些大家可以信任的資料的話 自然就會引起大家對你的不信任 習近平上我剛才講的一句 他說要把權力放在陽光底下 放在籠子裏面 但實際上這幾年下來 見到的情況就是剛剛背道而止 令到大家都對北京越來越不信任 他不僅在國外 失去的朋友越來越多 他連在香港得到的支持都越來越弱 這個證明了很多問題 最重要的問題 為什麼看中聯辦的盧惠蓮上映之後 到現在都沒有什麼生氣 在香港疫情這麼大爆發的時候 他始終都是沒有什麼香港的背景和經歷 所以他第一件事 當然他要建立自己的人陌亡先 或者要撿起了解這段時間發生了什麼事 有哪些人是可以談的 所以我會覺得他來香港這一個多月 他基本上可能都是在幕後 盡量去做多一點了解 做一些接觸 首先在這方面做的事先 因為完全沒有經歷的人 在香港要做事確實是困難的 正如他們自己都說 香港一本很難閱讀的書 也不是好像國內那麼簡單 一聲令下千呼百應 不會是這樣的 我相信他還在做這些事 他現階段都比較低調 當然他也有見過那些人 有發表過一些說法 但基本上都沒有出來跑上前台 要做一些事情的姿態 我相信特別現在有疫情 可能他更加要審慎 所以我覺得都要看未來 當疫情慢慢平淡下來之後 當特區的管治 又是重新排上議程的前面 或者當時的立法會選舉要開羅了 那時候我們才可以看到他的增長 梅報公司 這個辨子